中国选手 杨绍杰 风明凯 密尔玛 TV二号台 裁判员 杨志兴 记录裁判员 夏颜 雷光浩 TV Table 2 Referee 杨志兴 Record Referee 夏颜 雷光浩 运动员 俄罗斯选手 安德烈 塞洛士坦 Players 安德烈洛士坦 Russia 中国选手 郑宇博 郑宇博 中国 TV一号台 裁判员 王航 记录裁判员 彭云飞 神兴宇 TV Table 1 Referee 王航 Record Referee 彭云飞 神兴宇 运动员 中国选手 樊志松 Players 樊志松 中国 澳大利亚选手 贾斯汀 坎贝尔 Justin Campbell Australia 现在 比赛开始 Now the game starts 安德烈 来自你去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安德烈 或者开球选择权 杀音符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由乔氏台球发起举办的中国秦皇岛第五届乔氏杯中18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 本次赛事的唯一指定用车是吉利新能源D豪EV 是由范亚餐饮提供的白荆棘赞助 同时要感谢农夫山泉企鹅直播 迪瑞克斯座椅 英国试创6811台泥 野豹球杆 比利时亚俄美和广东灯笼光电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这场比赛为您直播的是开球的 Elligo Break 开球时机 塞洛斯坦来自俄罗斯的选手 以及 继续击打 本土选手郑宇博 一上来就是开球时机 郑宇博选择的是继续击打 两个颜色都不错 二如果能透右边的中带呢 全色的局面会再相对好一点 但我估计还是滑色 过来差一点啊 走赛少了一点 但还是可以打 计划是不是要稍微变一下 昨天的比赛里面 中一波11比12 输给了科里多尔了 多多少少有一点小冷 下面12、14、15 互相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干扰 而且这颗又没叫好 过来看一下船 即便是能传啊 这杆白球空起来也不容易 假如是刚好啊 可以顶到6 而且叫到传球6号呢 看上去没有挡住14的下球线路 判断好包厚啊 另外就12号白球停的位置 仔细描一下 较14还是较12 看来这杆球啊 12、15之间的关系比较薄啊 中一波也没有选择强行的去较12 另外也是白球打12的点比较厚啊 所以定在附近 叫14 那迪干仪库呢 叫12中担 这种球啊 根据包厚 可以先吃边裤 可以先吃底裤 包 也可以是 哦 碰球了 碰8 哦 裁判很坚决判的犯规啊 自由 背包 赛洛士坦呢 左边的5号球是难点 另外3、4啊 就算左边中态够了 他现在1号也对他们有影响 这杆球赛洛士坦没多想啊 就这个角度是不是可以用4号当做白球啊 打进1号去K好球 他选择的是停在那个附近啊 等一会再打的时候就去K 去年 塞洛士坦也参加了我们的大师赛 但是成绩不理想 感觉今年啊 嗯 从他目前出竿的这几下来看 应该是有练习有改进 直接打4 敲一下5 好后这个时候可以控制啊 4号近带的范围比较大 要不要看一下8号中带 应该是没问题啊 应该是没问题啊 推下来就可以 嗯 准度依然是非常好 第一局 正义博胜 比分1比0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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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二局 郑宇波开始 今天这个时段的比赛结束之后 今天的直播就 告一段落了 明天是中午12点开始 12点 6点 然后是9点 三场球 其中9点开始的这场 在10点一刻 央视会进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篮球清起来对准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俄罗斯主要流行的当然就是俄式台球 也就是执意过来叫金字塔 那个项目 也就是主球是一个暗红色的球 其他的球都是白色的 这么一种比赛形式 球台是跟斯莫克一样的大体的尺寸 就是说12×6英尺的那种 带口特别的窄 球的直径是6.8厘米 规则就是谁先打进8个目标球 一共15个 谁先打进8个目标球谁赢 打的过程中它也是分不同的打法 职业版的打法 就是只有那一个主球 你必须每一竿击打都用那一个球作为主球去击打 进哪一颗都可以 如果进的是白色的球 那么就是继续用主球击打 如果进的是主球 那么这个击球的选手呢 是现后自由球 并且告知裁判 或者自己去手拿啊 平常没有裁判的时候 选择一颗白色的球 就算作我进了一颗球 然后继续击打 比较业余的打法呢 就是所有的球都可以当作主球 那么进任一颗都是小禁球 也就是说它没有摔带 摔带是得分的 这盘球呢 塞洛士坦 本来就是几颗难度球啊 在14号15之后呢 给郑宇波留下这个局面 对他来说不算非常大的难度 出干不舒服 关键是可能就没有位了 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啊 就是要K一下 看看效果 出来还是不错啊 请推可以叫7号中带 准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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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两局球 现在是一个 双方应该是更大一分 周宇博2比0 2比0 咱们这也是一个败泽主的 第三阶段了 当然 周宇博刚才也说过 是输给了 赫里多尔 这场肯定就是败布 所以我输了就下届再见了 第三局 安德烈开球 杜维尔或者叫杜维尔都可以 杜维尔以前也有过这种翻译 对 美国比较著名的一位球员 低竿王子 网上也有一个他的一段视频 一个4号球 叫5号的一个 相当于现在的7号球 打5号球左上角 然后拉到右边 再往左下走 叫到3号的右下角 对 一个很强的一个干法 而且这种线路在咱们 宗神八球上打的话 不太好 容易出现那么大角度 然后再下来的 一定要特别的 就是薄厚就得合适 对 情况就得合适 然后你去大力低竿才行 非常强烈 10 seconds extension 延时 你看这盆荒衣 会不会带一些想法 去把这红三处理一下 K到对方10号了 而且是10号要把 对方另一个带口带进 等于说帮对方 打出了一颗死球 换位嘛 这盆药确实 从他那方向低竿下来 也是不太好 去单K到自己 另外一颗三号球 打了一下去叫三号 这位置还是不错 叫七号中的 刚才就有一杆球 是打成这个样子 就是先吃到 边库带点比较多 是不是尴尬位置 尴尬角度 如果打的话 这杆球打完了 应该是可以去尝试 叫五号球 现在屏幕下方的 这个右下底带 或者是二号的右上 推出来再弹 然后看这两个球 哪个角度好一点 再过渡 灯干 不过向前 对 不如是轻轻推了 这样的话 白球走向会更明确一点 对 你发力灯的时候 高低一旦掌握的 不是很精准 就会变成一个 往前基本上没太走 或者走了一点点 八号球 低弹 或许是不是够准 应该是 也是没办法的 果然是够准 果然啊 真的很准 13局 安德烈胜 1分1比2 开球进来 俄罗斯球员 准度上应该问题 还不算大 刚才说过这个问题 主要是俄氏和斯诺克 两种玩法 乔氏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 国际大师赛 指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 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氏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问 乔氏中市八球领导 第四局 赵宇波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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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稳 打眼一看7号能过的话 我觉得还是卷色好确实是能过 通过这几杆走位也能看到 应该叫安德烈赛洛士坦 打圈还是比较中规中矩 美肝交位的到位成功率还是可以 再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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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可能也没什么别的太好选择 不然你就打黄一叫三 然后打三再来叫五或者K五 连养带赌带叫位 起码达到两个目的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说9号会不会能够挤五号 中博也过来看一下 1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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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观察啊 就是刚才9号是发起进攻的一杆啊 但是位置差不多的 应该说更好一点 这个10号球 是现在挤呢 还是调整一下 我觉得它叫到这里 应该还是会调整吧 13 14 起码打掉一刻吧 没有选择啊 因为15也是一个问题 这准度还是没得说啊 现在有机会去K的 小弧线 哎 不错啊 好像应该差不太多 有下不过 不过现在应该有可能就要直接打 或者先打实 这个按钮可以薄一点一刮啊 清洁力 要行持酷 对 要发泄力啊 不太轻 不然就打10号 也是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每天200颗的那种 基本球 我可以却看着这个 不太轻松了 不要看着这个 不太能 不太轻松了 看看这边 这边就要帮助 保温的那种 不太轻松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叫安德烈稍微顺一点 不然叫赛洛斯坦 安德烈也是挺常见的一个名字 安德烈切克夫 或者是司机什么的 安德烈斯 对 就像刚才其实上一盘球 我觉得叫杰弗瑞跟叫一个纳西奥 还是更喜欢叫杰弗瑞这感觉 他是一个很短 很好记得 咱们也走欧美风 就不叫那个选手的姓 直接叫他的名 比如说斯蒂芸汉 我们叫哈德烈 叫斯蒂文 叫斯蒂文 但斯蒂文稍微有点容易混 还有一个加拿大那个斯蒂文的梗 他真的是 不错 准度比较稳定 第四局 安德烈是底分2比2 第五局 安德烈克夫 咱们在TV2直播的时候 因为今天是第二天了 在TV1跟央视同步的时候 咱们在主大屏幕上会有一个直播画面出来 比如说没有央视的时候 有TV2应该也是在 我估计是 应该会有 不然远端的观众怎么来看 C区的观众就有点苦 中带有球过度 右边可以先打 打完之后如果角度有点偏大 你甚至于顶一下对方2号都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有想法 你就用14把下边的12球稍稍带一带 他想的是解决9 然后在英雄上面11有可能有机会解决10 这个根法要直接K 稍薄 还没较劲呢 还没较劲呢 整栋上出了一些问题 其他人可以玩之后 6号球也比较薄 下面中带的2号也是在大角度 这个球差有点多啊 对啊 在我们熟悉的正义博 这个身上 应该这种球很少看到 就是能差特别多啊 先薄一干12球中带 力量控制的不错啊 又是一个侧向方杆的 刚才其实从垂直画面里 我就看到一个这个现象 就是没有去说 右手左眼 对 右手左眼 但是比刚才那个要不是特别偏 刚才那个是偏的比较多 很明显 就是咱们说的阿尔滨欧斯唇 这个你看 他先放在那里 对调回来 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所以刚才我就没有去说 他应该是个人的一个描球习惯 比如说我先用我的感觉上的一个主视眼 去先定一下这种眼睛中看的感觉 一个位置 然后再放到中间来出干 个人习惯 这绝对就是个人习惯 很纯粹的一个安德烈赛多士坦的个人习惯 对 头一次见到这种 他跟第五局安德烈赛一分三比二 赛尔比那个晃还不是一回事 赛尔比那个晃是带根晃 他只是在瞄准的找一找 这哥们儿这个晃是 就一下 两个位置的瞄准 他这个是上面的一个放到下额中间 还是两边的一个辅助的瞄准方式 我还见过类似于后手的一些 比如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但是我最后一下就变迟了 就是手腕上跟手指上出干运干的过程中 都有点一些小的旋转 或者是摇船之类的那种 这都是个人习惯 比如说瞄球的时候 我会带着某一个方向 保球的那个赛去瞄 但是我最后要出干的时候 我忽然把干头又调到中间去出干 这也是类似于刚才这种 很有意思 因为 不会不进吗 他们有时候也会很损 我在生活中就见到过很多这样的人 当然他们不是存科班出身去练球的 就是一个平时自己常打球的一个个人习惯 没关系 只要效果对了 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他要去打这个15号 左上方底带 他瞄的时候会带着左赛去瞄 出干的时候他会打中间 比如说高端还是低端还是中端 反过来的人咱们倒是常见 就是不加赛去瞄 出干的时候撇一下 对 从这个位置看 可以打车3叫9 然后用9再向上 黑8现在位置也是能看到的 比较开放 右上角底带是没问题可以交位 12球稍稍大一点点 打10叫11 谁叫15 15叫黑8 最后调整个地带的 适量白球要离窟边稍稍远一点 又清了 画面有人看到 咱们前面已经提过了 夏洪言 夏洪言老师 两负一胜 这个是 郑阳 胜的是土耗粉豆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七局 安德烈排球 双方各一个榨青 每人三盘球 各一干榨青 不进就好了 不进刚好接力啊 对 当然这想法是非常好 现在看会不会直接来一个翻中酒 其实我想看他打15喷底 也可以啊 15喷底 19再喷底 对吧 19 不19 好球 好球 其实我稍稍吃了一点 今天我吃过饭了 我并不是因为饥饿而去产生了这种幻觉 把9号看成了19 台球里好像还没有这个号码 确实是没有 但是看过巴尼教程的朋友 你仔细去回顾一下 他里边有一个错误翻译 就是说了一句19号球 是吗 对 提到巴尼先生的话 我也是觉得既然提到了 你说吧 你先说 前面那个 你先说 这个事咱俩一块说 还是要缅化一下老同志 前一段时间的事情 怎么觉得一下凝重了下来 对 对于咱们台球界来说 不管是中式巴尔球 还是 应该是世界上的台球组织 都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把那些人过世 你是 不只是一代人 对 他不只影响了一代台球人 他对于台球的奉献 跟专业上的一个精神 是的 非常好 属于奉献 在网络上 他的教学视频 是最早期的一些 就是很系统的 台球教学内容 对 包括现在有些东西 还很实用 是的 讲得很科学 不敢说全部 因为科学这个东西是 推翻了 再立 推翻再立 我指的并不是那种科学 就是他整个的 教学的顺序 昨天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提起来 一个朋友 叫他打球 这个现象 我们经常会听到 经常会听到 什么现象 比如说我是一个 普通的爱好者 我可能十个对角线 比如一号打十号 进左下角 我可能十个只能进五个 然后我找一个人教我 那个人就撂下一句话 就是你基本功都还不扎实呢 你别的也什么都别练了 我还教你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可学 人家就不是个职业选手 你为什么要要求 人家对角线十个进十个呢 我就是打个乐趣 是不是 我能有一定的基本功的时候 想学习一些跳球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玩嘛 是不是 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这干球白球还是力量上没有掌控好 稍稍有点靠裤边 四二球多亏是有些角度 有点控制好 再弹裤起来 较光一 清了 好像 还可以吧 还过得去 最起码可以走两到三裤 叫黑拔右边中带 如果直接下低竿 叫黑拔左下方底带的话 这干球要打得非常低 而且要避开右边中带 这比较滑的 现在是台泥上 应该是过得去啊 应该是还可以 安大列量的这个位置 应该是有想法 两到三裤叫右边中 就是在14号的下方 他会不会移库 往14号那边去 去脚上带 有可能 虽然不够 这种球比较冒险 我觉得两到三裤的话 最起码力量掌控上 可以好掌控一点点 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线路 比这个线路再往上一点 对对对 车两裤过来 肯定不会说被14号挡住 先走到11号和14号之间 这个线上 对 下面了 看跳球 翻底了 他跳到右边 中带下往那裤边 我就想到有可能会 翻底太近了 也是冰支打球里 经常会碰到这种现象 就是肯定会往左上方 带口那附近去了 对 那近带了就是运气不好 天壤之别啊 暴雨不暴 就是这样子 一个能上施加球 另外一个就下一局了 我会不会想到那边 有可能会发生了 所以我会不会想到那边 你会不会想到那边 在那边 我会想到那边 才结束了 第八局 正义波开始 打了一炸 就个军带 这个球非常好 没剩几颗了 基本上除了右边中带 一个带口 一颗球 关键应该较位 直接登一炸过来 4号12 缝隙中间打左边底带 还是走两炸 这线路上确实不太好控制 首先10号球就不太大的角度 少少一点点 应该发力 不能太轻 要不然你就是最安全线路 3 7号的大缝隙中间 直接下 靠力量来控制 对 就这条线路 看看力量是不是湿一勾打 不错 4号128 应该可以 可以打 再用力量和干方再控制一干 比如说不好控制就顶4 可以控制是最好 没问题 过期即可 九准大物小 这个黑疤肯定能包装弹 第八局 正有问说的 这些都是最安全的 其实我也同意你那么挡 这个稍微不小心 小了一点的话 画面里看到黑疤跟三的关系 感觉好像有点近 我们避免自己万一出现一些问题 尽量走的都是一些安全线路 这样的话成功率会非常高 第九局 恩德烈开局 恩德烈开局 不错 这个稍微角度有点大的中带 感白的位置 四要不要留 右边黄一跟五号附近还是有花球 很有可能影响到你下面的一些走位线路 先要自己跟一些白球放的位置 一定要想特别清楚 并且不知单单这几颗球 最左边还有一个库边的漆 顶到 现在有把 我觉得把漆打了比不错 把漆打完了之后 如果能控制好干法 咱用下面两颗球互相过度 有把握就是打漆的同时 稍稍微发耳力 把球往上走 尽量叫四叫它舒服一点 准重还行 因为在他眼里我觉得 怎么看这个也比我们俄式球台的带口大 对 像我们常说的要容错率 肯定比俄式的要高很多 俄式基本这脚都打 发不发力都不太会进 根本打不进 这个位置根本打不进 就是不会进 除非是正面的广角 对 真的准 确实 再细腻一下 敢不敢再细腻 小钻一下 对 一个是贴着九号边上去 或者甚至于刮包边 刮包边上去 再一个就是打九 K到那个位置 往下走 然后黑八打左边中带 一个左中一个左底 第三条路 要擦球吗 要爆弹 有时候一到关键球的时候 看到回头找裁判 我们习惯性的会以为他要爆弹 第九局安拿劣胜 底分4比5 开球星台 官方三天五分钟 好的 我们也来休息一下 嗯 担猫 是 在某时候分别是 地豪 义尾 外交部外事礼宾用车 杭州G20峰会官方指定用车 融获2016年度绿色纯电动车车 众过新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金奖 地豪意味 让享受多一点 没有迪瑞克斯 你敢说自己是职业玩家 想躺赢 就用迪瑞克斯 拿不到武刹 一定是你的姿势不整 迪瑞克斯 垂心而动 NTT俱乐部 指定电订座椅 DXCRAZO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个 野豹球杆 专注黑巴 赢家选择 它是我的眼 带我看球房的一切 手机实时查账 开台状态 一目了然 明细清单 想查就查 可一操作 即使推送 手机管球房 就选U管家 淘宝搜索 优则记费系统 它是我的眼 带我看球房的一切 手机实时查账 开台状态 一目了然 明细清单 想查就查 可一操作 即使推送 手机管球房 就选U管家 淘宝搜索 优则记费系统 它是我 乔市台球桌 央视中市八球国际大师赛 指定用台 全国两千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 乔市台球桌 大家好 我提问 乔市中市八球领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之鹜茜茜 杨茜茜 contexto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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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